作为现代人,我们每个人每一天都很忙 可是每个人的时间利用效率都不一样 有些人一天过的好像只有8个小时 有些人一天过的却长有48个小时 今天我想分享几个超高执行力 每个人都可以做到的好习惯 可以让我们变得更加高效和更加优秀 第一个好习惯,收到信息邮件之后 马上回复对方,绝不浪费时间去看第二次、第三次再做回应 很多时候我们收到信息邮件就会看完之后就不理对方 不去马上去回应 这样子做有三个不好的地方 第一个,你可能会再浪费时间去看第二次、第三次 这样变相了你会花更多时间处理同样事情 第二个,别人会觉得你不够礼貌、不够热情 因为你可能隔了很久才去回应对方 第三个,你如果不是马上做应对的话 很容易漏事 这个我经历过太多次了 所以我现在告诫自己一定要看到信息邮件马上去做回应 第二个好习惯,在工作场合对于上级老板给的任务 马上做出回应 如果是很简单的任务,一些琐事马上去做 如果是中等难度的事情 告诉自己今天或是明天之内一定要把它做完 如果是难做的事情,马上去分清楚步骤 去完成这个任务我要分成几步 如果是可以的话,第一步先做了它 我们都说万事开头难嘛 如果你把一件难的事情分成几个部分 然后把第一部分先完成了之后的步骤 你就可以慢慢再去跟进 这样子的话,你也会变得更加高效 第三个好习惯,学会multitask 多任务工作吧 大家知道我很喜欢做运动嘛 经常会做有氧运动 跑步啊,团圆机啊什么之类的 然后你们问我跑步的时候听什么歌 其实呢,我听的不是歌 我听的是书 我很喜欢在做运动的时候一边做运动一边听audiobook 说实话,我们现在看出的时间和心情越来越少了 所以我发现原来听书的方式是更加可以操作 而且更加有效的 我以前会用一个app叫做audible来听书 它是个国外的app 然后它的不好的地方在于它是每一本书都要给钱的 那你这样子费用就比较高昂了 而且呢,它是没有文本的 比如说你看完书 你听完书之后你想看一下文本就没有 然后最近呢,我发现一个更加好的app叫做喜马拉雅 真的是超级方便 然后我在听了一个program呢 叫做哈佛通时课改变人类思想的100本书 那它这个program呢是有100个的哈佛的教授 来介绍给我们100本世界经典著作 然后它含的,盖的范围特别广 有包括了美学,经济学,哲学,文学等等 然后讲的内容也非常深入浅出 非常适合日常的阅读和理解 可以大大提升我们的思维 而且这个program最好的地方在于它既有中文版 又有英文版,而且还有文本 我强烈强烈推荐正在学习英文的同学们 去听它的英文版 听完之后你还可以看到了文本 因为我们平常看书呢 你看英文书就是你可能看到那些字 可是你未必知道它的读音是什么 而且你可能有一些错误的理解 对它的读音 那这个错误的读音呢 就一直在你的脑海当中 不停的去深化 你就没有一个机会就让你改正 所以呢在我们听书的过程当中呢 我们既可以学到发音 又可以连到听力 然后还可以学到新的单词 真的是一时三秒 真的是超级超级推荐 当然了学习英语是其次 这个program有很多的智慧闪光 也很多思想的火花 比如说在它第三章节的 Civi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当中 的第一句话就说 No individual is an island 没有一个人是一个孤岛 我不知道大家听完之后有什么感受 反正我当时听的时候 我就好像突然间一下子被electrify了 被惦记到了 就是很多灵感突然间涌向自己 那整本书 整个program当中 很多的话语都是像这样子的 非常有灵感 有启发性的话语 那具体呢 我就不在这边spoil了 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听一听 真的会很扭惑的收获 我刚刚所说的一切事情都是在你们走路上学 等车运动时候就完成了 所以呢你一个小时做的事情是别人两到三个小时才能完成的 大家想想如果你这样长期坚持下去 怎么样不会变得更加优秀 第四个好习惯养成心酸 我以前在高中学数学的时候 我的数学老师尽量让我们心酸 不让我没有计算机 然后说跟着我跳两步 后来我发现心酸不止是可以在数学上面可以用到 在你的生活当中更加是非常非常有帮助 我自己呢就很喜欢在心里面去计划我即将要做的事情 尤其我会在晚上睡觉之前 把明天想做的事情先在脑海里面过一遍 然后起床的时候 因为我们起床就是医生说不要一架子就马上坐起来下床 这样对心脏不好嘛 所以呢我喜欢在早上醒了之后呢 睁开眼睛 然后在躺在床上想想我今天最需要去办的事 这样都有哪几个我应该怎么样去prioritize我要做的事情 当你在脑海里面有一个很清楚的计划之后呢 你的一天会开始的非常顺利 那以上呢就是我自己切身受益感受非常有用的一些方法 想分享给大家